第零八零妖章 最强大劫 顶中 那只异兽在缩小 剧烈挣扎 但是在跟十号的战斗中 吃了大亏 被牢牢地按在那里 雷霆构建的顶 引动雷光 淬炼顶中的一人一手 进行熬顿 十号痛病快乐着 被闪电击中 浑身冒清烟 尤其是在顶中想躲都不行 只能是被动成兽 熬练起身 但是 这只异兽如同大不要斑 它在暗淡 双目都无神了 一身的雷道精华 全被十号吸收掉了 早先它比十号大多了 结果现在反过来了 如同一只猫般熬熬叫着 正脱不了 被十号抓住 它化成一缕缕雷光 再缩小 蒸腾成阴晕雾矮 太舒服了 这是什么 雷道中孕育的灵体吗 十号探索 发现又不像 它看着像生物 但又没有灵魂 不管怎样 十号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这只异兽运有精纯的雷道生机 全部没入它的体内 令其得到洗礼 原神灿烂无比 终于 一切都消散了 一手消失 被十号炼化了得干净 这次结束了吗 十号从顶中出来 抬头望天 周围黑云压顶 滚滚而动 非常的压抑 哄 突然 五雷轰顶 劈得十号蹊跷流血 并喷出赤胜的电芒 这一击力道太大了 就是最坚硬的铁石 都得碎掉 妈的 我从来没装过啊 它诅咒 整个人横飞了起来 这是名副其实的遭雷劈 而这并不是结束 而是新一轮的开始 天空中赤裂电芒照耀 如同瀑布般垂落 茫茫无边 紫气东来 十号有点眼韵 当即就梦了 这也太多了吧 成百上千道雷霆瀑布 从那虚空中躺出 发出巨大的声音 砸在他的身上 这还给人生路吗 他站在瀑布群下 竭尽所能的对抗 雷地宝树疯狂运转 催动到了极致 即便如此 他也劈头散发 鲜血蹦见 并且身上大面积焦黑 发丝都焦糊脱落了 惨不忍睹 到了最后 连皮肤都均裂 焦臭 如同大地干裂般 脱落下一块又一块 十号遭遇了巨大的危机 雷中有生气 蕴天地精华 我要找到 十号心中喊道 这是一场劫难 他在硬拼 只要能熬过去 肉身与元神必将更坚 只是这种魔力太剧烈了 一个弄不好 就形神俱灭 他长笑 迎着瀑布挥拳 不断抗争 就像是他幼时 背负数万斤的巨石 迎着瀑布练拳 对抗天威 而今的环境 只不过更加的可怕了 十号头破血流 遭受重创 身上焦黑 脱落下大片的干裂老皮 但是 他的精神却高度凝炼 体内运有一股精气 发出赤胜的光辉 这就像是熬练仙精 脆掉扎实 洗去杂质 留下精华 锻造出世间 最锋锐与强大的武器 这才是真正的魔力 在生死间游走 一路向前 千锤百炼 自己的肉翘与神魂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蜕变 肉身剧痛 甚至在脱落老皮 但是十号的精气神 却更为璀璨了 熬练出最精纯的本源 留在体内 眉心意一生辉 一个小人发光 在那里同样挥拳 进行类似的锤炼 十号肉身强大 这无需多说 因此能承受住 而他的元神亦很可怕 吞石精普果 造就了他石海的壮阔 但却不够凝炼 而今 这样遭受雷暴冲击 他的元神再被压缩 再被萃取 高度晶莹 灿烂无瑕 斩掉了阴吞天地奇果 而留下的斑驳不纯的元神力 十号看着血肉干枯 老皮脱落 但内部骨纹硕硕 自身正在蜕变 终于 他感应到了雷扑中的生机 张口一笑 迎着瀑布 一拳向上砸去 整个人腾起 吞那雷光 哄 天地轰鸣 雷光无尽 十号 在发生惊人的变化 肉身骨胀 额骨透亮 雷光不断冲进体内 改变了他干枯的状态 这是一股生机 让他的血肉再生 紫气东来 祥和胜炼 瀑布干涸了 那里竟出现断崖 这很诡异 是雷霆化成的 十号冲了上去 盘坐断崖上 不断运转骨纹 直到最后终于宁静 他肉体银白 额骨那一个小人更是璀璨 强大无比 这次的蜕变 比前几次效果要强很多 天地又静了 十号不敢大意 每次在他以为结束时 都又有闪电降临 连着吃了两次亏了 嗯 下雪了吗 十号哑然 天空中 额毛大雪飘落 带着寒气 冰冷刺骨 这真是怪了 在云层中 即便有冰雪 也不至于如此才对 咔嚓 当一些巴掌大的雪花 落在十号身上时 爆发雷光 寒气逼人 雷暴震耳 相当的可怕 这冰雪雷霆很妖异 每一朵雪花 都可将十号打得横飞起来 口中渴雪 力道太得吓人了 这不像是冰雪 倒向是一颗又一颗陨星 重于亿万军 不断砸来 打在十号的身上 而后炸开 至此 他相信了 仙古逝去 这一纪元变了 不能随便引动雷结 不然会有不祥 发生诡异的事 现在 他亲身经历 先后几次雷光都与众不同 跟古书上记载的不一样 又是生灵 又是瀑布断崖 现在连雪花雷霆都出来了 咔嚓 最后 漫天大雪飘舞 狂风呼啸 所有冰雪凝聚在一起 将十号冰风 冻在了一块晶透的大冰块中 它能有十丈高 悬在虚空中 冷得刺骨 强如尊者 都会被冻裂肉身与原神 法力会被压制的凝固 无法动用 很明显 这不光是温度的原因 还有法则孕育当中 这冰雪雷结很药 十号昏昏沉沉 它被封在当中 遭受不可想象的严寒法则冲击 同时还有雷道 力量入体 简直要将它崩碎了 它知道 不能沉眠 绝不能闭上眼睛 不然必死在这妖异的雷结中 慢慢地 它的身上开始发光 而后赤胜了起来 血气滚滚 阳刚之气沸腾 就连额骨那里 都有醉字圣光腾空 十号竭尽所能 释放全身的潜能 整个人如同一个大火球般燃烧 最后 它化作一轮金色的大日 赤胜无比 终于 十丈寒冰军裂 而后炸开 化成无尽光雨 落在它的身上 最后被吸收 妖邪 我所经历的雷结 肯定有天大的来临 十号坚信 这次虽然很危险 但可能收获也会巨大 它明显感觉到了 每次闯过死结 身体都像是在缓慢蜕变 变得强韧而又坚固 原神更为纯粹了 化成一道璀璨光团 裹着一个小人 我在变强 哄 短暂寂静 又一次雷结降临了 就这样 十号遭遇了极大的麻烦 它竟然在不断渡结 每一次都持续很长时间 细细数下来 居然渡过了九种天结 这 它有点吃惊 九重天结 算是最顶级的雷结了 仙古时的强者 三四中到边了 但凡登陵五重天结以上者 都是非凡人物 我刚才所经历的九种结 有大半都很诡异 不曾听闻过 只有两三种 在古书上有记载 为最强雷霆 十号半赏无言 它第一次尝试渡结而已 就遭遇这样的对待 说来容易 刚才它曾五六次被打残 最惨的一次 头颅都被劈落了 四肢都断裂 骨快飞出 只是 最终它艰难地挺了过来 有记载的都那么变态 无记载的那些 它觉得更要挟 总算过去了 十号尝出了一口气 哄 一道巨大雷光 如同大海般拍了下来 将十号直接打得骨断金蛇 骨蚊都没有防御住 它浑身是血 怎么还有 这次十号真急了 魔力几身也要有个度 它连床九重天节 便是在仙谷 也算是最顶级的大节了 并且 每一种节 都古怪与可怕的要命 怎么又出现了第十种 这简直是要命了 不杀它不甘心 完全是为了毁掉它 而降下绝世大节 它想到了 某片残缺的古书上 记载的模糊说辞 也许会有第十种节 但是一般情况下来说 是不会出事的 它 居然遇到了 这绝对是因为 它在本无天节的时代 妄自触动 而遭到了惩罚 故此 每一种节 都是最强大 与最可怕的 尤其是 最后给它来了个绝杀 出现第十种 这一次 十号闲死孩生 被劈得血肉纷飞 白骨盈盈 连两条手臂都炸断了 更是被无上雷光腰斩 想让我死 不可能 十号怒笑 拼尽一身道横 强距血肉与骨骼 使身体组在一起 血气滚滚 包裹着自己 这是一场生死魔力 十号经历了 最苦的磨难 直到最后 雷光变弱 它一跃而起 冲进一片山地中 嗯 怎么会有山殿 它吃了一惊 意识到 这十种诡异的大劫 还没有结束 山地摇动 马蹄声大作 踩在地面 像是大地震般 远远地看到 一道身影狂奔而来 那是一头战马 赤红如血 并毛如火焰在燃烧 在马背上 端坐着一道身影 手持一杆方天化己 神武惊世 战气冲销 极度危险 十号一声长啸 肉身接续 强打精神 准备迎接最后一战 雷霆中有人 驾驭做棋 这超出理解 但现在不是多想的时候 唯有决一死战 当 雷帝宝树绽放 十号被逼上了绝路 施展全部傲义 在此大战 激在那桿大吉上 时间不长 他身上血花飞溅 差点被劈杀 第十重大杰出事 想击毙我于此 不会让你如意 轮回转动 十号大吼 轮回宝树出事 光芒耀眼 淹没前方 前方的那一人一骑 遭受重击 全部可血 他们是雷霆所化 翻飞了出去 杀 十号杀到狂暴 整个人杀了过去 那个人被他击断了躯体 然而 让十号没有想到的是 雷霆降落 闪电补充 竟让那一人一骑原地再生 又一次杀了过来 并且战力激增 这是一种大恐怖 杀不死 每败一次都会实力大涨 这一战 十号杀到自己半废 骨骼都断裂了出来 非常凄惨 从来没有遇到过 这么可怕的对手 轮回宝树 昆蓬宝树 雷帝宝树等 全部施展了个遍 这是来到上界后 从未有过的事 这是他最艰苦的一战 都快支撑不住了 杀 十号的毛子始终很赤胜 战衣不曾消退 无论遭遇了怎样的重创 这个对手多么的可怕 他都全力以赴 没有巨异 哄 他都不知道 多少次将那人击退了 终于在雷光中消失 那一人一骑 就此不见 至此 十号的精气神都快枯竭了 这一战太难了 那个人强得离谱 而且便是被他轰掉半截躯体 还能再生 并且实力会更精进一截 并改正此前在战斗中的失误处 这次亏大了 我自己都快惨了 十号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这次的雷劫不可思议 他的脑后 有一个神盘 完全由符文组成 刚才一直在照耀 完整地记载了所有 此时连去 不过 十号并没有注意 山地魔火 这里是雷霆所化 随着天劫退去 终于不稳 即将消失 我 杜劫成功了 十号轻语 他默默体会 发现早已尊者大圆满了 此时 他虽然古断精折 但是裂开的皮肉 更加地坚韧了 闪烁着难以描述的光辉 而元神亦胜烈无比 呛 在其眉心一个小人走出 张口一吸 漫天云层震动 四面八方 也不知道有多少雷光汹涌而来 雷气浓郁 将它包裹 这是散开的天劫 他竟一点都不浪费 没有放走一丝 肉身与元神 皆被雷光笼罩 一同吸收这古来含有的结光 十号明显感觉到 自身强大了一劫 无论是肉身还是元神 都像是得到了一次新生 这是一次无法想象的洗礼 那里 他抬头看到了云层深处 雷光缭绕 那里有一座池子 满满一池的液体 真正的蜕变来了 十号冲起 他知道这一次值了 即便差点被十重妖异的雷结击残 但有这一池宝叶在 足以让他新生 身上的伤 根本不算什么 而且肯定会就此蜕变一次 眨眼间 十号穿过雷光 到了境前 古朴雷池内液体浓郁 璀璨夺目 有一股强大的生殖气息 此外还有阵阵新香 这一次收获巨大 第零八零二章 雷池新生 这池不大 两尺剑方 有石剑的积垫 有岁月的朦胧 岩壁骨痕斑驳 在当中 雷气阴晕 一汪液体盈盈灿灿 瑞霞流淌 伴着阵阵清香入府 这就是雷结液 在毁灭中新生 蕴含着惊人的生气 这是天地中 最稀针的神叶之一 很难见到 因为 他运在雷铺中 常人怎能起急 伴着毁灭 一旦接近 被要被轰成尘埃 修为弱的人 不能临近云层 而实力 身后的人一旦接近 那么引动的雷结 将会与其境界相符 更危险 故此 一般来说 能有所见 都是雷雨过后 偶尔在山地中发现一滴 这是雷池中溅落出的 十号艰难度结 刚才闲死还生 都被打残了 这才艰难走过来 接近这池宝叶 可见多么的不易 如果再让他来一次 那就值得考虑了 因为太危险了 能够活下来很不易 伴着天大的危机与凶险 好香啊 十号放松 在这里虽然还有雷光 但是比这天结差远了 相对来说很柔和 不能损他身体 雷池 像是某种古老的岩石 凿刻出来的 摸上去带着一股凉意 还有一种岁月的气息 这很怪异 分明是在云层中 胜烈闪电间 怎么会有这样一块 岩石开凿出来的池子 就连十号都不能确定 这是闪电所化 还是真实的 不管怎样说 都有很多迷 难以真正的洞悉究竟 香气浓郁 芬芳扑鼻 十号刚才站到自身半残 四肢断裂 骨块都飞了出来 这是他艰难重组后的躯体 有很多裂痕 在这里 他张口一吸 一抹金银紫叶顿时溅起 落入他的嘴里 轰得一声 浓重的紫气将他包裹 很舒服 十号觉得 四肢百孩都伸展开了 通体舒态 一片紫色霞光滋润机体 蔓延向每一寸骨头与皮肉间 修补伤痕 效果太明显了 这才吃了一口而已 十号的身体 就被一层紫气裹住 头上漂浮着一朵紫云 神秘莫测 一股旺盛的生机 在这里样开 勃勃而有力量 有种欣欣向荣的生之力 劈啪咔嚓 十号的体内 所有骨头都在律动 发出金属斑材鸣声 这些骨在组合 进行调整 发出银银骨质光泽 在骨骼上 不时有各种符号闪过 并不是烙印在上 而是在那里流淌 细看的话 那是原始真结的纹落 在十号的血肉与骨头间流动 各种闪耀 熠熠生辉 带着一种古朴 而又原始的力量 十号的肉身刚才破碎了 它现在修复伤体 以原始真结为真线 带着雷结液的生机 流淌过每一寸体魄 第二口雷结液入口 香若甘露 滑如玉叶 灿如朝霞 将十号的唇齿 都衬托得光彩迷蒙 且芬芳四溢 这一口下去 十号体内竟发出了倒音 若有人在这里诵经般 模模糊糊地传来 让人空明 心灵明静 与此同时 十号的眉心发光 原神化成的璀璨小人 脉步走出 也张口吸收雷结液 这令人惊奇 原神直接萃取这种活性物质 吸纳有用的精华 让自己更为通透 与光辉滚滚 非常的祥和 吃 这个地方伴着雷光 环绕十号的体壳 以及他的原神 妖艺而朦胧 雷结液果然是好东西 是价值无量的神液 十号感觉伤势快好了 这才吸入两口而已 就有了这样的变化 雷电 为天地间最强的攻击力之一 代表着毁灭 有人说 这是上苍之鞭 可以打遍神道所有强者 为了统御九天十地 过就有了天结 雷基生灵 各族都要敬畏 关于这种说法 有着太多的秘星 而金一般的生灵 根本不可能了解 唯有无上禁忌强者 才能真正出击真相 正因为代表了毁灭 它所半生出的生殖力 才显得弥足珍贵 举世难求 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 枯寂与沙发中 蕴含一点最本源的生气 这若是被人得到 自然可以洗礼体魄 蜕变生化 十号盘坐在此 每喝一口 身体就喷胜光 头顶上紫气化成道花 在其周围 更是遍地精莲 这是一种异象 伴着一种禅畅声 于这云层中传荡 若是有人在此 一定会震惊 而后被感化 虔诚地跪拜下去 形成一种最古朴 与本源的膜拜 十号寂静无声 周围各种奇景闪耀 他宛若这片天地 最强大的祭灵 接受万灵的朝拜 在这里迎送真经 他的肉身好了 原神被雷结叶洗礼 更是通透 若神钻雕刻而成 没有一点瑕疵 圆满战战 光可照玉外星辰 这是一种神圣的景象 十号的伤势好了 仅几大口子叶而已 就已经让他断骨对接 经脉生长 皮肉神光普照 连发丝都在发光 根根灿灿 原本他的肉身强度 就已经到了一个 不能再突破的关卡点 被阻挡在了门外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十号的肉身 释放各种光彩 而后身体剧烈摇动了起来 因为血液急速涌动 他在发生 换血造骨般的变化 开始了 十号严肃 当伤势进去 身体彻底痊愈后 惊人的变化开始 他深吸一口雷结叶 整具躯体不断颤抖 琵琶声震耳 而后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具肉身 还有元神在军裂 这不是崩坏 而是如舌褪皮 似缠脱鞘般 斩去过去身 再现一个新我 这是一种新生 也唯有雷结叶 才能有这种力量 让修士进行深层次的蜕变 不然的话很难 十号剧痛 骨骼居然像是在遭腐靴一般 咔嚓作响 这是传说中的宿骨 再造元胎 并且 老皮开裂 从体表不断地坠落 这种变化很神秘 但也很吓人 因为太剧烈了 本应循序渐进 但是却都在此时完成 可以说 非常霸道 十号的身体在一血 脱落的老皮 总带着血丝 甚至骨茶 若是被人见到 一定会毛骨悚然 除此之外 元神也在开裂 而后再组 如此反复 像是一块鲜铁 在被千锤百炼 来回地锻造 显然 这种消耗是巨大的 十号张口吸雷结液 体内生命物质被补充 快速塑造一个强大的圆胎 当这种重塑接近尾声 十号伸展躯体 修长而有强健 更加有力 老皮等都脱掉了 他的肌肤跟玉石般透亮 十号睁开毛子的刹那 神光若见 犀利破人 但很快 他又变得平和了 反扑归真 此时此刻 他的肉身与元神 都经过了一次深层次的洗礼 完成了一次蜕变 比之前强盛了一大截 肉身搏杀 本就是他的强项 而今元神也如此 经过雷电的淬炼 宝叶的滋养 他的元神格外强盛 呼 那元神化成的小人在吐纳 八方云层还在游动的闪电 已不属于天节 但依旧被吸了过来 没入眉心 被那小人吸收 现在就是对上专门修神时 元神超凡的人 他也可以无惧 能够傲视 不过 他还是觉得意犹未尽 好像还能更进一步 便再次开始吞雷结液 让自己更强 这些符文 得到雷气的润泽 也更加富有活力了 元始真解 包括万灵图 这个时候浮现 在其血肉与元神中鸣刻 不断延展 清晰无比 如同星辰闪耀 十号盘坐在这里 当即陷入深层次的悟道 不知过了多久 才睁开眼睛 整个世界都仿佛明亮了起来 刚才 他像是经历了十几年 将昔日所走过德路 彻底回首一遍 而后踏向前方 元始真解 被他理解得更透彻了 抓住了本源意义 万灵图如同战神图路般 各种画面烙印元神中 清晰可见 阐世万灵之道 最原始的 也才是接近本源的 十号清语 感悟极深 他触摸到了那一领域 这对他来说 意义非凡 原本就要进神火进石 点燃万道 现在觉得自己的路 一下子清晰了 哗啦啦 周围 金莲遍地 扎根虚空中 而天上则在飘落花瓣 非常晶莹 并伴着紫气 十号轻轻一震 这些金莲破空 比宝具还厉害 化成了神圣的沙伐大气 这种意象 真实显化 成为了一种攻击手段 十号进石 很有超脱室外的气韵 动石则化如同战仙般 十号战起 周围金莲摇曳 他抬手指天 无数花瓣飞舞 无坚不摧 让虚空扭曲 震散云朵 嗯 他吃了一惊 不仅是这种神圣法香 威力强决惊人 远超想象 还因为他见到了一副奇景 在上面 还有一层雷道天穷 那里没有云朵 可却有莫名雷光 化成了一层天 他露出奇色 刚才渡劫成功 连闯石重 那可以归结为 一片雷道天穷 现在 他所见到 是另一个雷道天穷 这绝不是 他目前的境界 所能渡过的 蕴含着大凶险 可以感受到 他一旦迈进去 必成劫灰 这是神灵节 十号轻雨 并且 他透过雷道光幕 隐约间看到了 一座金色的池子 里面的液体 与现在紫色雷结叶不同 恍惚间 还他看到古树 房屋 金屋 龙等 景象超凡 十号吃惊 但却异常期待 如果点燃神火 自身大圆满后 一定要去渡那个节 那里造化惊人 呼 他尝出了一口气 没有再去观看 那不是现在 所能触及的 他取出一个古顶 开始收雷池中 剩下的紫叶 两尺剑方 只用去小伴而已 怎么会一散 十号皱眉 他发现收入顶中后 这雷结叶很妖异 莫名争走部分 根本封不住 这是为何 他没敢妄动 因为紫叶太珍贵了 一滴都架至连城 最后 他小心又试了几次 依旧如此 日中泽泽 圣极而衰 过犹不及吗 十号醋眉 他想到了 齐道林跟他讲的一些道 一旦到了某种境界 不光是追求战力 还有冥冥中的 某种普制的道理 齐道林曾讲过类似的是 有一位三贯王 曾在仙谷得了机缘 还想断机缘之根 彻底夺走 结果过犹不及 身孕 与此同时 十号感受到 头顶上方那滚滚 而洞雷到天穷正在下压 爆发出异常危险的气息 这可是神灵节 一旦爆发 必死无疑 十号点头 不过又很赖皮 道 我还未圆满 身体有创伤 至尊骨折断了 需要滋养 他一边抬头 看着那层雷到天穷 一边大口吞咽雷结液 融入身体中 一瞬间 周围电闪雷鸣 狂风大作 并伴着瓢泼大雨 景象骇人 一道又一道雷电 披在十号的周围 几乎要打在了 他的天灵盖上 他一边吞咽雷结液 一边惊疑不定观看 这冥冥中 还真有什么存在 能够感知到 这里的一切不成 喂 别吓唬我 如今我风华正茂 正处于黄金时代 不想被你收走 他小声咕弄 咔嚓 十道惊雷坠落 就披在他的身边 虚空都裂开了 恐怖无比 十号毛骨悚然 冥冥中真有什么感应 是美女吗 这么急着找我 早晚将你捉出来 他嘴唇西张 暗自这样嘀咕 哄 这一次 一百零八道血色闪电出现 擦着他而过 让他浑身毛发 都倒竖了起来 并且 还有一只神情 在其头顶盘旋 有一条龙 从那层天中 探下大脑袋 盯着他 怪了 十号凛然 没有过度耽搁 大道取办 他这样说道 一吃雷结液 他吸收了静半 又用顶桩了一点 而后 他头也不回地冲向地面 哄 虚空裂开 雷光万丈 他刚一走 那里 就被雷霆淹没了 哎呀 心疼 不 是骨刀疼 远处 十号怪叫 清秀面旁微皱 大眼眨巴 捂住了胸口 第零八零三章 相逢不行 得赶紧去找打神石 为我护法 他觉得 身体正在发生变化 必须得找个安静的地方 大雨倾盆 天地间一片白茫茫 随后 十号洞容 下方的山地居然 一片焦黑 到了很多座山峰 大雨都难以浇灭青烟 有雷狐在闪耀 他渡劫时 相隔这么远 山地还是被毁了一大片 可见刚才多么的凶险 见鬼 你还活着 打神石从远处飞来 刚一见面就说出这样一句话 气得十号就要揍他 吓死人了 刚才雷光无穷 从天上倾向下 我以为你化成焦炭了 正琢磨 为你弄个衣冠种 打神石击鼓 黄蝶也飞来 刚才景象的确惊人 这个地方被雷光笼罩 如银河垂挂 惊得他们只能远顿观看 快 带我离开 我要闭关 十号当即旧盘坐在了地上 因为胸骨发光 他浑身难受 跟很多蚁虫在咬一般 一道神盲破空 打神石发光 裹着十号远去 这个地方绝不能呆了 刚才杜杰声势浩大 可能被一些凶兽察觉了 远离这里 他们降落在一座山谷 十号胸骨疼痛 吞下去的雷杰液化成 最本源的生机冲向那里 这是至尊骨再生的征兆吗 他相当的精益 雷池中的宝叶果然超凡 居然让他胸部酥酥麻麻 要长出东西 不过又不太像 因为 身体其他部位也有些不适 我已将滋养至尊精血 引向全身 还能在胸部集结吗 他很怀疑 果然 这次不太相同 他从头到脚 都在发出微弱的光 当然胸部那里最亮 整具躯体像是都要生长 发生某种变化 与此同时 十号迷迷糊糊 昏昏沉沉 竟难以睁开眼睛了 睡一袭来 无论怎么反抗都不行 最后 他倒在了花草间 陷入沉眠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才苏醒 恍恍惚惚 睁开眼睛 朝霞灿烂 大片的金色光芒 洒落在他的身上 暖洋洋 雷雨早已停了 此时已是清晨 大神石躲在远处 带着戒备之色 盯着他看了又看 黄蝶也是如此 怎么了 十号问道 你还问怎么了 半夜三更 你浑身流淌鬼画符 差点闹出人病 大神石心有余悸的样子 我半夜折腾了 详细说一说 十号醋眉 他并不知道 谁知道你怎么回事 躺在那里挺湿 可是身体自动流动 各种乱七八糟的符号 就跟开启了六道轮回门似的 要挟得要命 很是不详 大神石强调 十号哑然 他没有一点印象 只觉得睡得很沉 看来这是他的肉身 发生了某种变化 做出了一些本能的反应 他认真检查自己的状况 只觉得前所未有的强大 除此之外 身体有点异样 但是说不出哪里不同了 猛然用力 催动原始真检 他发现 身上有很多神秘的光点 至尊血吗 十号静音不定 总觉得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一时间却弄不明白 人体很奇妙 可以开启五道天眼 他心通等 有各种潜在宝藏 十号觉得 自己的变化 貌似在某一宝藏中 他现在找不到 应该与至尊骨鱼血有关 先不管了 反正是向好的方面蜕变 十号穿上一件法衣 带着打神石走出山谷 在此期间 他取出一些雷结叶味皇蝶 将那块石头羡慕得恨不得 化成血肉之躯 也去吞上几口 十号细细体悟 这一次杜结成功 真的强盛了很多 前所未有 站在了他目前 所能达到的一个巅峰上 至此 他觉得可以从容很多了 只待三千周天才大决战 以战绩检验 所谓的六冠王在找我 十号露出一色 这么一个被载入古书中 强大到离谱的青年至尊 又一次出世了 居然在寻他 白衣如雪 六冠王宁川超凡入圣 在他出生时 就与众不同 背负天图 额生龙文 那个夜晚 从母体出来时 神光普照 天地皆亮如白昼 有人说 他可能是一位 无上禁忌人物转世 可是 转世从未有真实立正 这也只是说说而已 还有人说 他与先有关 继承了仙道根基 有无上烙印 与还在母体中的他相合 造就出他不可比拟的大道路 我为鹅骨藤圣光 醉子崩云的醉雪后带而来 大道虚守护 不容亵渎 这是他来到罪州所说的话 当十号得西时 眼望远空 恍惚间 他仿佛透过时空 见到一个白衣大敌 挤压满了天地 气血滔天 大道轰鸣 龙银贯穿九重天 在远方等待 大言不惭 十号冷声说道 不管那个人是谁 多么的超凡 他都无惧 若尽仙谷 决战到底 六冠王宁川已离去 罪州这么大 他不可能还在这片区域久留 并且 有传闻称 另有古代的怪胎出世 要见宁川 离火城 十号心中略微激动 这是他重回火国黄兜 认真打探 意外得到的消息 从下界上来的那对妇女 很有可能在离火城 消息模糊 但能有这样一条线索就不错了 十号立即动身 他要去见火皇妇女 这两人都曾对他有恩 曾出手相救 也曾让他在火族祖地修行 甚至火皇还亲自为他讲道 指点 大战就要开始了 十号希望在金仙谷前 能够见上火灵儿一面 不然的话 就不知多少年以后了 他不想多年后物是人非 心有遗憾 离火城 周围火丧很多 带着赤匣 一些数千年的古术 更是跳动赤烈的火焰 热浪习人 火族 以火为鸡 以火力叫 他们自然清静火 故此居住地附近 栽满了这样的老树 十号行至 来到大片的火丧林边缘 这里有人在劳作 采摘桑叶 喂养火残 不时有大火涌现 林中 温度不低 火残爬在叶片山啃石桑叶 一个个带着赤匣 浮光流转 这种生灵吐出的 丝尖刃无比 可以炼制成宝衣 算是一种异虫 且有不弱的战斗力 一些少女在采桑 照看火残 嗯 不经意地回头 十号看到一道侧影 正在采桑 她的身体一下子僵住了 正正出神 那身影转过 背着一个竹篓 里面赤匣绽放 堆满了火丧叶 她粗不麻衣 但肤色如雪 天生丽质 火铃儿 没有千辛万苦的寻觅 也没有落难后的邂逅 很平淡 也很自然 就这样见到了 可是 十号却心弦一颤 心中涌起一股特别的情绪 火铃儿身材高挑 双目清澈 美丽天成 脸上有汗 她如普通的采桑女般 很自然地做这些事 衣服很粗糙 也很简单 都洗到发白了 她宁静空灵 在那里劳作 这与她过去活泼火热的样子 大不相同 一国公主 如今竟在这里采桑 十号心中有些发肚 默默地看吧 就要上前 这时 火铃儿转身 背着竹篓 向一个方向去 十号不说话 在远处近了片刻 而后一路跟了下来 一座茅草屋 房后是火丧林 房前是竹林 很幽静 也很反扑归真 院中有一些树墩 是天然的座位 太过简朴 甚至可以说寒酸 曾经的穷楼玉宇 宫殿成片 而今已成烟云 铃儿放下竹篓 提着木桶 来到到旁边不远处的河畔换衣 高挑的身躯 美丽的面孔 她认真而宁静 不知道为何 十号心中更加有些发肚了 火铃儿心有所感 猛地回头 向边望来 那个男子一身轻衣 人很清秀 眼睛清亮 带着一丝激动 还有一些心疼 正在正正地看着她 这一刻 火铃儿的心猛地悸动了一下 那少年 不一样的面旁 可却有一双 同样清澈的眼睛 以及同样的气域 你是 火铃儿心颤 正正地看着她 不想落泪 可是眼中却出现了水雾 有金银滑落下 是我 十号向前走去 哐荡 木桶坠在地上 火铃儿眼中的泪水 不断落下 颤声道 你 还活着 这些话 代表了太多 嗖 毛屋后面 火丧林中 一道灰影扑来 带着刚风 它从树杖肠不断缩小 最后不过多半尺 扑冷着一对小翅膀 挂在了十号的身上 小狼 这只灰色的小狼 是十号从百段山 得到的狼神后代 后来交给火铃儿养着 这么多年过去 它通灵的鼻子 依旧第一时间 嗅出了那种熟悉的气味 十号抱着小狼 大不冲向河边 迎向火铃儿 我就知道 你一定可以活下来 火铃儿带着笑 但却在落泪 打湿了脸颊 有一种真正自然的美 七神下界 传遍很多大叫 上界不少人都知道 火铃儿就是从下面上来的 怎会不关注 当年 听到十号迎战七神 最后陨落 他黯然神伤 无法接受 最后 听闻一个名为 秦号的少年上来了 是十号的弟弟 更是让他柔长百转 司机故人时 美美落泪 小狼化成多半尺长 跳到地上 用嘴叼着十号的裤脚 让他跟随 茅屋后的火丧林中 有一座土坟 没有墓碑 没有棺果 只买有少年的战衣 十号心弦一颤 回头看向火铃儿 他脸上带着泪痕 道 听到消息 我不相信 但又不能不接受 这是他为十号立下的衣冠种 就在茅屋不远处 十号眼睛发酸 看着他 久久难遇 我们担心死了 铃儿长身上 哭泣 小狼开口 他是狼神的后代 自然很不凡 十号心中大动 来到上界 时间不长 可是却经历了很多 一直在生死险境中度过 却不知道 远方一直有个人挂忌 为他黯然落泪 你 就是慌 也是那个鹅骨腾圣光 醉血崩云的人 当火铃儿听他慢慢道来 讲述所有的经过 分外震惊 十号帮他擦去脸上的泪 点了点头 告知了所有 当 悠悠终声破空 传遍大地 这一刻 不论相隔多么远 所有修士都听到了 十号货的抬头 他知道 百川慧海 三千周天才大决战 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 你 这样去 太危险了 六冠王 仙殿传人 还有其他 这些人都很无情 当听到终声的刹那 火铃儿也知道 这一世最激烈与灿烂的碰撞 将要开始了 不要担心 等我回来 无论他是六冠王 仙殿传人 还是其他更厉害的人 若是针对我 统统震杀 十号说道 依旧如过去 宛若在百段山相逢时 他张扬而自信 第零八零四章 没有杂志的情分 终声轻悦 传荡山河 那是一刀又一刀连衣 为中波所化 悠悠而鸣 饱含着时光的力量 激奠着古代的璀璨 听着那悠扬的终声 看着眼前粗布麻衣 带着泪痕的火铃儿 十号的心绪 也在剧烈起伏 也带着感伤 今日竟能再相见故人 恍若浮华一梦 可是才见面 却又要分别了 终声一响 山河已震 这是百川惠海 天才大战的开始的中阴 他知道 这一刻 三千周都因震动了 你一定会回来 是吗 火铃儿轻轻地问道 如温玉般的脸庞上 不断有泪水躺落 眼神中的光彩 被水雾淹没 回来 一定会回来 十号说道 才重逢 可是战中一响 这是在提醒 所有有至仙古路的人 大战始动 怎么又要走了 小狼不满 仰着头 看了看火铃儿 又看了看十号 而后咬住十号的裤管 道 不要走 铃儿这几年不快乐 一直在西季你活着出现 十号心中很暖 但鼻子却也在发酸 看着曾经活泼活热的少女 而金却这么的安静 变了那么多 火铃儿低下头 摸了摸小狼的头 道 小狼 你在乱说什么 三千周天才会聚 所谓什么 这一纪元最后的机会 关乎甚大 十号必须要去 在他低头 在他对小狼轻语时 分明有些金银滑在衣巾上 落在地上 声音在微微地发颤 心中有些不舍 这一走还能相见吗 谁能确定 自此一别 不知道要多久远 岁月变迁 可以改变很多事 十号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但是 又怎么开口呢 他的确想去参战 你要小心 什么争霸 什么造化 都比不上从容地活下来 不要冒险激进 保护好自己 火铃儿阻止他说话 这样说道 十号无声地点头 心中有温暖的同时 自己鼻子与眼睛 也越来越发酸 那平淡的话语 让他很感动 他正正地看着火铃儿 又看向那衣冠肿 发现自己有些发目 竟不知道如何组织语言 曾有一个女子 独自神伤 默默驻足 在远方遥望 那么真 没有一点功力心 那么纯净 没有杂质 像晶莹的海水 像透亮的水晶 像温润的玉 这是一种质朴的珍贵 十号觉得自己有一根心弦在轻颤 与以往的感觉并不相同 除却感动 还有一种将离别的不舍 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他曾张扬 也曾狂放 过去总是嚷嚷着 要扛几个最美丽的胖子 回石村 这种彪悍 自然更多的是受石村中那些殊败的影响 曾经大战过女胖子 打算都扛回石村 更是与仙子 一族明珠等亲密接触过 但都不曾这样让他心中有颤 他不知道未来如何 但是现在真的很在乎 这种感觉让他恍惚 也许这种纯粹的等待 没有杂志的怀念 以及默默地挂记 如此地无私无瑕 才显得最美 让他神动 十号心与神接动 这与以往不太相同 不是容貌的吸引 不是人欲的作祟 这只是一种纯粹的情谊 你扛回石村几个胖子 火灵抬头 擦去眼角的泪 忽然这样笑着问道 一个 两个 三个 十号掰着手指头 像是在认真的数着 这么多 火灵儿轻轻拧了一下 他的耳朵 此时的他 虽然还有泪花 但却也有了昔日的一种 跳脱与活泼的气语 结果 又都跑了 还得去捉 十号说道 哈哈大笑 没良心 小狼不满 居然汪汪地叫了几声 使劲撕舍他的裤管 这让十号愕然 这是狼海傲 你 活着就好 火灵儿轻语 在这里重逢 让他觉得 这天地都明媚了起来 火桑树发出赤光 将这里映照的祥和 而又宁静 让人觉得暖洋洋 火灵儿的笑 很纯净 带着泪光 这感染了十号 他看着他 那双眼睛很大很有灵气 只是从开始到现在 一直有水雾 有金银 十号不由自主地伸开了双臂 给了火灵儿一个有力的拥抱 在他耳畔轻声说道 谢谢你 火灵儿没有说话 这里很安宁 旁边是一座黄土坟 葬着少年的战衣 脚下是一只灰色的小狼 两个人站在一起 这里很安密 这里很宁静 幽静道甚至能听到 火残咬桑叶的沙沙声 当 大钟又响了 激荡山河 显然 此时此刻 上届三千州 所有有志无敌路 希望登上辉煌绝颠的 各州年轻至尊 都已抬头 战血澎湃了起来 你该走了 火灵儿轻语 这份宁静被打破 十号终究是要离去 不急 这只是选进仙谷的人 还有时间 十号说到 他看着那双眼睛 感到了那种不舍 以及担心 还有谎的患尸 的确 火灵儿很担心 他怕十号一去后 再也回不了头 三千州天才大战 谁能言 一定可以独占凹头 一定胜出 漫长岁月以来 葬下了太多强者 有些曾被誉为第一人 但依旧不幸身孕 就是有些曾经夺魁的 古代怪胎 当中不乏三冠王 甚至四冠王 后来再次出世 却也遇到可怕对手 最终逝去 而今 留下来的 活着的 雪藏冰窟中 很多是不出的 相对来说 只是很少数 但却是最顶尖的 是最强大的 这样的怪胎 绝对是自古至今 最强 与最绝艳的一猎人 十号没有急着离开 陪着火灵儿 一起在茅屋前 开辟出一个园子 栽下两株很小的火丧树 又采集来 一束鲜艳的花 种在树下 等你一站回来 也许是很多年了吧 这两株树 都应该枝繁叶茂了 这园子中 都应长满了 灿烂的花草 火灵儿说道 这一别 应该是很多年了 按照古代志强人物的推测 进入仙谷 最短一两年 最多需要数百年 甚至上千年才能出来 而这一次 是仙花最后一次绽放 仙谷最终的开启 也许会不同 谁也无法预料 希望你一切都好 回来实践你 依旧这样灿烂的笑 十号说道 他也有些怅然 才重逢 刚刚见面 就不得不踏上另一条路 心中微有些害怕 不是担心自己 他只希望回来后 还能见到火灵儿 这世间最不可敌的 就是沧海桑田 最怕物是人非 只要你一切都好 火灵儿看着他 放心吧 我这一路都要高歌 灯灵绝颠 要踏上这一纪元 最辉煌的顶点 到时来看你 真正的超脱 十号神采飞扬 仰望高天 这是一个少年的志向 他要灯灵神到最高峰 无惧不朽 傲视着天上地下 看透着世间所有 六神 我要赶上你的脚步 去你的世界 他握紧了拳头 而后又回头 看向火灵儿 道 等我回来 带你看尽世间璀璨 他青春飞扬 目光赤盛 向往高天 要君灵同代 成为最强人 岁月更迭 世间绚烂 可很多都终将成为虚幻 只要你活着 回来就好 火灵儿说道 欢笑中带着一丝伤感 十号再看向九天 仰望最强之路 他在点头 但也语气坚定 道 好 你来到上界后 十号问他 曾经的异国公主 如今为何粗目麻衣 亲手在河边换衣 这让他心中微酸 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终究不是下界了 火灵儿说道 下界异国之皇来到上界 在天神面前 在各方高手面前 不可能还依旧可以成为忠心 被人敬拜 这等于从头开始 斩掉了昔日的荣光 不过 他们妇女毕竟是上界火族的嫡系后人 且在下界开创出不凡的局面 因此初始也曾被后代 被赐下皇族庄园等 只是 随着数百株灵药被移栽 渐渐发生蜕变 有些化成圣药后 麻烦来了 十几株圣药长在一起 谁能不在意 足以让大叫眼红 生出寂觎之心 很多人盯上了他们 火皇很果断 他是一个睿智的人 直接献出圣药 将庄园还给了上界火族 而后带着火灵儿飘然离去 最后 妇女两人来到这里 过上了很简单与平淡的生活 世间荣华富贵 我都已经得到 都曾经历 这样平淡归真 我觉得很好 很充实 火灵儿说道 十号点头 经历过辐射 才能体会到红尘归真 人最重要的是心境 火皇呢 他问道 父亲去游历 已经一年多没有回来 火灵儿露出忧色 而后看向十号 道 一定要回来 火皇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不会有事 会回来的 十号安慰 而后郑重承诺 他一定会踏上辉煌绝颠 那时会回来 他留下雷劫夜 终究不得不上路了 再见 再相见 十号转身 大步远行 直到很远 他回头时 还能见到一道 身影站在火丧林的边缘 在那里挥手 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这一边 要走多少年 白宰臣服 还是上千年 十号不知道 他眼中也有温热的液体 终究是没有忍住 从眼中滑落 保重 我会回来的 十号大声道 而后冲天而去 消失在天地尽头 第0805章 揭幕 离别总是伤感的 但路终究是要向前走 十号远去 踏上征程 每一周都广袤无垠 从一端到另一端 动辄就属于一里计 各族的生灵人口基数 庞大的不可想象 三千周 如果加在一起 根本难以计数 有多少生灵 数之不尽 以最周为例 东西长 两亿三千万里 南北长 八千万里 这在三千周中来说 并不算大 在上界为一块 中下等级的周图 这一次 单一个罪周而已 报名参赛符合资格的 就有八百万尊者 这还是经过 几次选拔的结果 不然更多 这么多人 怎么可能都会放进仙谷 要知道 还有另外两千九百九十九个周呢 很多人都知道 仙谷中有大造化 故此蜂拥报名 各交的尊者 各族的生灵 为了让自己拥有资格 可以说用尽了手段 十号有点发呆 他出来后 自然了解到了情况 光罪周就八百万人参赛 这让他觉得晕乎乎 无比头大 这得多么惨烈 最终要死多少人啊 他预感到 最后多半会尸骨成山 阴才凋零 死去太多的人 一位老者笑横 说道 年轻人你想多了 难道族中没有长辈告诉你 进仙谷不容易 人数是固定的吗 没有进去钱 是不会血流成河的 对了 你是哪一教的吗 我知道这些 十号点头 道 但后面不一样 要激烈起来吗 七道林当了甩手掌柜 什么都不管 幸好十号自己 早已多方打探 了解到了不少事 老丈 我得走了 还没有获取参赛资格呢 十号转身就走 不然时间可能来不及了 抓紧吧 两天后就要开始了 你可真淡定 老者笑道 十号不曾经过 最初时的几层选拔 现在想要参赛 必须要有一个门派的信物 承认为最为核心弟子 按照七道林所说 这不成问题 很容易得到 最终 种族很多 道统伶俐 而现在有不少都没落了 难以出现特别强大的尊者去参赛 故此 这些门派便成为了一些人的目标 十号一路远行 拜访了十几个没落的道统 结果发现 早就被人光顾过了 直到大半日后 终于又看到一个门派 很荒凉 出现在一座大山上 坤门 山门前 有一块巨石 上面写着这样两个字 这门庭够古老的 山上的青石阶梯 都被踩踏的凹陷了 同时 它也真够没落的 比至尊道场强不了多少 几座出现裂痕的古墊 是仅有的建筑物 随时会倒塌 真不知道它存在多少年了 在这里 只有一个糟老头子 与一个少年 除此之外 再无他人 十号来时 那少年正准备跑路呢 用他的话说 这鬼地方没法待了 看不到一点希望 原本还想从这里的废墟中 找出一些古籍 让坤门再现一世辉煌 可这个机灵的少年 最后绝望了 那个老头子 抱着个黄灯灯的大酒葫芦 每天都喝得醉眼朦胧 气得投尸而来的少年瞪眼 没有一点办法 十号说明来意后 这拉里拉他的老头 眼睛立刻亮了 嚷嚷着 可以成交 将门中的信物让出去 这让坤门的少年 更是气愤不过 这也太没有责任心了 不为后人着想嘛 更坚定了他跑路的念头 若是一般的大教 直接可以选送 核心弟子参赛 若是小教 就得需要这种信物了 所谓的信物 是指应该教曾经参赛 而有弟子获得过 不错的排名 而被带回来的古服 持有他的话 再次参赛 这个门派 可以直接选送一个 年轻人 你拿什么来交换 老者笑眯眯地问道 十株灵药 十号说道 我这信物可不一般 来头不小 这样的交换物价值太低了 老头子说道 什么来头 十号问道 这信物 是一位曾经排名 一百零几万的弟子 带回来的 排名很靠前 可惜了 就差几万名而已 如果进了前一百万名 你连这次的考验 都不用去参加 直接就能进仙谷 老头笑呵呵 十号无语 排名一百零几万 也好意思说 很靠前 如果不是他真的很需要 扭头就走 年轻人 你可别小觑 上届三千周 每次有多少人参赛 你知道吗 能进仙谷的 又有多少 这排名绝对很高了 老头说道 这 什么年代的人留下的 十号擦汗 应该有十几万年了吧 那个时候 我们在最周 可是排名一千左右的门牌 老头说道 抱着酒葫芦 咕咚咕咚 又喝了几口 还真是没落的鼓叫 一口架 四件神灵法器 老头说道 十号吓了一跳 还真是敢狮子大开口 这个极数的法器 都敢要四件 他想了想到 一件 三件 不能再少了 老头说道 旁边的少年羞愧 这觉得 这真是失门不幸 老头子将门派的将丢光了 居然在跟人讨价还价 师父 能别这样吗 那信物留着我们自己用 少年说道 留什么 你这么小用得上吗 难道给十八代子孙留着 老头摸了摸酒糟鼻子 在那里瞪眼 可是 少年想开口 这算什么 都是过眼烟云 入眼浮华 还不如拿来换酒 老头说道 少年不愤 算了 小哥这样吧 一件神灵法器 加一篇宝树 这东西 你拿走 不然就不要多想了 老头说道 十号没有再多说 来到上界后 游走在生死间 厮杀不错 自然不缺少神灵法器 关于宝树 他直接给了在补天阁得到的金棚法 当然有些残缺 大棚的法门 不错 跟我昆门大有渊源 很好的法 可惜不是昆蓬法 老头子开心无比 十号邪逆他 还昆蓬法 一个信物而已 想的也太多了 那少年眼睛直了 门中根本就没剩下什么法 一直以来让他很愤懑 现在终于见到一门很强大的宝树了 当十号取出一件神灵法器时 不光老头子 眼睛亮了起来 就是那准备跑路的少年 也瞪圆了眼睛 不准备走了 师傅 你也那么亮干啥 你不是说我们昆蓬当年的神灵法器成堆吗 指不定哪天就能挖出来一筐 少年道 可 又可以换酒喝了 老头笑咪咪 啊 老头子你敢这样做 我叛教 少年大叫 交易成功 十号在这里短暂逗留 他发现此地山川不凡 加以布置的话 是一处不错的宝地 应该修整一下 十号说道 有什么需要修整呢 天上明月 山中美景 在你们看来 风花雪月 入眼梅花 在我看来 那不过是浮华 是烟尘 远没有柴米实在 更不如酒 老头漫不经心地说道 转身走进一座古店 抱着酒葫芦去喝酒了 十号心头一动 这老头有点古怪 别看了 他就知道装神弄鬼 我就是这样被他骗来的 还说什么 自己活了很多年 想死都不行 号称不灭 我去 少年愤愤 不灭 昆门 十号心头一震 但是 没有时间了 他不能停留 转身就走 十号横渡虚空 前往目的地 做好了准备 一日后 呜呜声响起 震动最周 号角一响 大赛开始了 这是一片巨大的道场 无边无营 是前嫌开辟出来的 有诸多符文闪耀 所有人进场 各自盘坐下来 八百万人无边无言 但是在这里却都坐下了 彼此间还有很大的距离 可见道场的非凡 灵剑 有我最周专属的一块区域 你们只能在那里停留一天 因为没有时间浪费 绝逐出一万人 然后直接进广袤的无人区 有人宣布到 每一个人都清晰地听到了 灵界 是古神以精神构建的浩大 而灰红的世界 跟下界的虚神界类似 不过更为宏大 名称不一样 短短一天内 就要绝出名额 八百万人 只留下一万人 可见多么的残酷 还好 这是在灵界中进行 一般来说 不会有死亡 战败还能在现实世界中复活 不过 给的时间真的很短 用高层的话说 没有时间在这里浪费 真正的强者要赶时间 进广袤的无人区 道场很繁复 有各种纹落 外界无人可干预 最后的一万人会 直接从这座道场被传送走 一切都是大阵自行判断与运转 各州皆如此 避免有人不规矩 动手脚 开始 轰的一声 这座道场上方 混沌气风 虚空扭曲与模糊 最后浮现出一座又一座 巨大的门户 直接敞开了 这让十号眉头一跳 这灵界开启方式 比下界的虚神界还真实 更像是独立的世界般 来到上界后 这还是他第一次要进去 很真实 像是一方真实的大世界开启 这让十号心头电转 但是现在没有时间去计较了 灵界 虚神界 鸟爷 金碧大爷 还差我一桩宝树呢 十号心中自语 呼的一声 八百万光影腾空 没入那一座又一座巨门中 进入了灵界 这种场面太壮观了 让人瞠目结舌 大战终于开始 而与此同时 其他州也在进行中 多少年了 我军道又一次复苏了 也不知道多少亿里外 连绵的雪山下 一个冰窟中 有人复活 他满头紫发 目光妖异 气息恐怖惊天 这很难让人想象 他是一个尊者 让神都要敬畏 有些人 根本不用去参赛 不用经受考验 因为多少事以前 就证明了一切 可直进仙谷 与此同时 又一个古老的大洲 火山成片 其中一口与众不同 锐气蒸腾 有一具赤红的骨棺 从岩浆中浮现 爆发出今天的气息 棺盖咔嚓一声松开了 一个女子风华绝代 傲视九天十地 一头火红的长发飞舞 高挑的身材 散发盛光 又一次走出生命之关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吧 一切都将在 最后的机缘中终结 他也是一名尊者 但是其因轻烈 震动了九天 同一刻 一片汉海中 有一座水晶龙宫 亦有人复苏 睁开了眼睛 光束如红 冲上云霄 压盖天日 那只是 目光所致 这是一位女子 头上有龙脚 从海底腾天而上 此时此际 三千州一些古地 分别冲起璀璨光滑 贯穿天上地下 大战开启了 古代雪藏下来的 最绝艳的生灵 都复苏了